今儿这堂室怎么没面条啊 面条 什么面条啊 左儿行为 我从你们那儿拿那面条 你告诉我哪杂役买的 谁这么大本事 去 你把它给我找来 那天 我想起来想起来 是有这么当的事 是有这么当的事 你给我找起来 想起来 不是不是 王爷 它是这么回事 那个杂役是何见的 昨天来个人说 他老娘死了 他回家奔丧去了 回家了 回家了 怎么这么没福气 这碗面条我还吃不上呢 你说你们这 老五 挺香的 弟兄安 咱冰过苦点 比不着糊糊 有碗肉咱们大伙一块吃 别我一人吃 来来来 坐下坐 吃饭吃饭 王爷 王爷 我们吃我们的 都来 都来 您吃您的 这 我让 王爷 和这就吃点豆芽菜 你们这豆芽菜 怎么这么香啊 这个 我们这个菜 怎么这么 你们尝尝这汤 没吃完呢 王爷 您别着急 我呀 上街这就给您叫去 您等着 你让我吃不让我吃啊 这 这个 我呀 干嘛呀 咱们这开面馆子是怎么着 我煮了这么多锅了 就没一个煮出人那味来 那你能蒙得着吗 我跟你说了 那杂意回合间了 等他回来 我让他给你找去 这 老五 你大用来了 行了行了别弄了 老李 叩见王爷 老李 咱们可是朋友了 你还这么酸文甲醋的 来坐一坐 坐一说会儿 想不想吃碗面条啊 我那煮好几锅的 您煮这么多面干嘛 这不是 左上行为 吃了顿兵部的面条 觉得好吃就买了好些个 怎么也煮不出人的味来 你笑什么呀 王爷别生气 大用只是想 王爷是不是吃了兵部的堂食 兵部堂食 堂食还分兵部护部大理寺 这只是江湖上传言 说兵部的堂食格外特别 听说面条就十分特别 还有豆芽汤都跟别处不一样 可是兵部的人向来视为机密 就连皇上太后也没尝过 老搂的这有什么特别的 不就是挂面豆芽粉丝吗 王爷我说了是江湖传言 所以也没有人深究 怎么着王爷您真吃着了 真吃着了 而且我还再吃不着了 这怎么当的事我得知道啊 王爷要找这个堂食 下属家其实倒有个办法 兵部的堂食是归人办的 只要找到他 行大用这事就归理办了 甭说这常识了 我让你找的东西怎么样了 王爷 其实兵部真的是个闲衙门 除了一样 除了什么呀 奏销 行军开仗需要奏销 当然奏销是在户部 可是其中何准却在兵部 我听得一半明白一半糊涂啊 你再跟我说说 老人家 跟您打听一下 这是青山阁吗 敢问您老有事吗 既然是青山阁 请问掌柜的可在啊 不在 您打听他干嘛呀 秦山阁 报告 六七七二九 哎呀 你别偷偷那 有了 你也就不做了 买卖的 买卖的人 还是逗劲啊 我给你个生意 你不想做 对不起 李大人 您老别计较 我说句拖大的话 我们哪 只做兵部的买卖 不做买卖 你挂什么牌子啊你 我们这个牌子 是因为有外地的货 从这儿进来 怕找不着 不是用它来招揽生意的 不是啊 你这狗眼看人低啊 李郎中 户部的大人 你都不招待 这位爷 刚说过 我不是拖大呀 我答应过 只做兵部的买卖 只要我接另外一间 人家不用我了 您说 值是不值 我就是想打听打听 是怎么做的 那么着 我给你一百两 行不行 二位 您那一百两银子是真的吗 小子 您刚才说那一百两 我要是真的 你怎么着呀 假的又怎么样啊 一百两 我告诉您菜谱 你先说 选最上好的小鸡厨 放血腊干 涂上十几种调料 然后再磨成粉 混面揉在一块 最后再一起压出来 您想想 那能不香吗 这得多少钱 也没多少钱 一斤小一钱的银子 这还不是最贵的 最贵的是那粉丝汤和豆芽菜 为什么呀 您没觉得吃到嘴里 格外有嚼痛吗 有 那里边塞的 可是精选的肉丝啊 这得费多的功夫这 还费钱呢 咱们再说说那粉丝汤吧 看着像粉丝 其实呢 那是鱼翅 王爷 您夜里相招 部里有什么急事吗 我 没事 就是饿了 您饿了 那好办呢 咱们吃饭去 吃饭去 啊 咱吃什么去 全听您的吩咐了 甭管是砂锅还是炒菜 就您一话 我不吃那个 我呀 得吃你们兵部的堂食 什么 小厨鸡做的挂面呀 豆芽菜 塞肉丝啊 弄点鱼翅物的 怎么样 王爷 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郁露儿 你个王八蛋 哎 王爷 王爷 您干嘛去啊 郁露儿 啊 你不是跟我耍新眼子吗 我 我不跟你耍 也耍不过你 咱俩呀 咱俩外边去 哎 王爷 王爷 您上外边干嘛去 我知道 您会撂娇 可我这身子骨 他赔不起您 有什么话 咱里边说 里边说成吗 里边说呀 里边说也成 您请您请 鱼露儿 咱俩里边说 你看 是你先打我呀 还是我先揍你呀 不是不是 不是 王爷 王爷 您把这放 您把这放去 咱们干嘛老论打 哎 你看 不有那么句老话吗 他不打不成交啊 咱俩打一架 有了交情 不不不 王爷 这哪能跟您论交情 王爷 这是你说的啊 王爷 您跪为王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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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您干嘛啊 您这是 嗯 我干嘛呀 我什么也没干啊 哎 您干嘛打我嘴巴呀 我什么时候打你嘴巴呀 谁看见了 我不承认 嘿 王爷 您刚打完 我您怎么不承认呢 我刚打完你呀 你们昨天刚吃完堂死 你怎么不承认 我 我还打你我 哎哎哎哎哎哎 Ник 你跑一个我瞧瞧 一跑 老家 老家 哎呦 EU מע 弟兄 ν 听见了吗 Khmer 怎么样 打得好 这种人就应该见一个打一个 吴歌 您这魂犯的不是时候 饭魂还在挑时候呢 这我怎么弄不明白这个 说的也是啊 老五 你怎么没事先问问人小红啊 其实啊 你就应该让小红使俩媚眼 再弄点别的 你就根本连这劲都不用废了 蓝姐 我可没冲您来 可是你冲我们家老五 我怎么冲五哥来了 我这么跟你说吧 妹妹 我们家老五就是我的心头肉 他是对的也是对的 错的也是对的 是吧 老五 对啊 你说的对啊 老五 回来了 怎么样啊 那什么屋里说去 屋里说去 好 来 来